双肺兼职性改变是啥意思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梁控利 陕西省结合病房治院影像中心主人医师 肺兼职结构指的就是肺泡之间这些结体组织 包括血管、神经、支气管和一些纤维结体组织 肺泡、肺组织之间的B层结构都叫肺兼职 许多的病变都会发生肺兼职的改变 有些专门的影像上可以看到一些典型的表现 比如说两肺的肺纹理的增多 肺透光度的减低和肺的小间隔的增厚 和这些素粒结结影等等 都是代表着肺兼职的改变 这种病变主要建于慢性阻塞性肺气管炎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或者肺气肿 或者是激发性肺结核的病人 或者沉肺的病人等等 是容易发生肺兼职的纤维化和炎症 而引起肺兼职的改变 那么肺兼职增生就说明在肺泡和肺泡之间的肩隔 纤维组织或者是支气管或者是血管等等 发生了一些炎性的改变造成了肺泡肩隔的增厚 那么肺泡肩隔增厚以后会造成患者的血液循环 气血循环造成障碍 所以会引起患者的呼吸的困难 憋闷胸痛甚至有时候引起卡痰卡血等等这些表现 所以肺兼职的增多就代表着肺部的肺兼职的炎症改变 或者鲜化改变 那么就提示患者的肺功能进一步就是减弱了 感谢观看